為了讓新一鳴媽媽們來到台灣能夠融入社會 新一區公所時常舉辦新一鳴課程班 不管是舞蹈、電腦或是剪髮班 都在培育這些媽媽們學習一技之長 除了能夠培養新一區之外 也能夠回饋社區 幫身邊周遭有需要的弱勢服務 因為這個福人社他們一直很希望做新一鳴方面的公益 那我們新一區在這個里安里這邊的新一鳴非常的多 那里長其實對於新一鳴的服務也一直不遺餘力 那剛好這邊的弱勢老人家也很多 所以那時候是想說 邀請新一鳴來做這樣子一個剪髮班的訓練 那除了培養他們可以幫家人做一個簡易的剪髮之外 那也可以在地的服務我們弱勢的老人家 那透過這樣子一個社區回饋的循環機制 可以讓這個地方可以有更多更多的一個愛的力量跟正向的一個循環 新一區里安里可以說是城市 也可以說是鄉村 在大五星社可以感覺到鄉村純樸的氣息 而里內的弱勢族群也不少 六媒局里長長期致力與服務弱勢 這次與新一區公所合作 希望新一鳴媽媽們在學習剪頭髮之餘 也能為弱勢老人提供意見 一旦老人握著床就需要剪頭髮就是一個很大的一個困難 所以我也跟我的這些新一門朋友講 我說學會以後我們甚至可以走到社區裡面幫些握床的老人剪眼頭髮 讓他們能夠享受到我們社區對他們的一個關懷 因為本身我就在給家裡人還有身邊的朋友剪髮 想就是因為美容美髮這個東西都是不斷的更新 它有一個潮流性的東西我想學一些新的 我們這個禮是容民美髮很多 那我就想來學一學 學到以後就可以幫我們容民美髮做的義工 新一社大的辦學宗旨當中 除了環境綠化跟社區參與 當然還有一項最重要的就是公海弱勢 那麼我們在特別是在飲髮族還有公衛課程 就是說在飲髮族的所謂的關懷上面 我們已經有投入相當的活動 這次教學由新一社區大學的五配方老師 來教導大家如何剪出娃娃頭 經典髮型等等基本的剪髮技術 讓新一民們很快就可以學一支用 而開課第一天便湧入不少新一民們 來參加課程也很開心能夠多方學習 並且發揮自身力量回饋給台灣社會 記者問君採訪報導 去找飄飄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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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熊精彩 空津災 像架